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消防員 有什麼好應用 救護員 我很喜歡緊急車輛那些 我想做路子一 教小朋友 吃東西 想做徐司 吃東西 問你做什麼工作 有什麼想做 做功課 做功課 警察 很想觸掛人 工程師 為什麼工程師 真的是屋 所以小朋友真的有很多不同類型的夢想 我們要幫忙讓他走這條路的時候 我們也要在他的星學 讓他走一條正確的路 讓他可以走到他自己最想去的終點 讓他在這個星學的旅程可以舒舒服服 所以我們今天就有這個愉快的星學講座 父母身教管教夠不夠 這個我放在第一位的 學校的角度 小朋友很麻煩 小朋友經常投訴的話 父母都一定很麻煩 所以這些就是最不想收的 這個可以說是智性的關鍵 你表現給學校 你的小朋友很喜歡讀 基本上加很多訓練 聽指令很重要 小朋友能不能仔細聽到很長的指令 最重要的是 那個指令就是 叫你去做你才做 沒有說完就衝出去的 就未必是聽完的指令 留意這個 或者這樣說 張森比己 你一會見幾百個學生 每個答案都一樣的 你都不會想收 反而小朋友想回答些什麼 你由他自己發揮 平日多點鼓勵他 說多點他自己的想法 剛才我提到的 其實也有提過 可能小朋友 如果你想去閱讀的時候 有趣一點 又或者像剛才阿樂說的 跟他們玩一下故事式 或者有些辭匯卡 面試的時候 你自己在家裡 都想嘗試用這些 都想有這些工具 行不行 可以不用外出買 自己做都可以做 可以用到打印機 可以幫我們準備這些教材材料 而且打印機的功能 你們又知道嗎 快樂 吃太多吧 爹 看不要說 吃太多吧 看我 吃太多吧 吃太多吧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